很多人在看自己的房屋保险合同时都有一头雾水的感觉 现在就让保险专家带您来了解房屋保险的内容 很多朋友在看自己的房屋保险合同的时候都有一头雾水的感觉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你的房屋保险到底保了什么 首先以一份自住房的保险合同为例 第一 主体建筑物 也就是房屋本身 这是整个房屋保险当中最重要的一项 这一项的保额往往要高于建筑物的市场价值 是因为保险公司很多情况下保的都是建筑物的重建价值 也就是说一旦房屋完全被毁 包括清理废墟的费用在内 保险公司在原本的土地上建立起一座和原来一模一样的全新房子 所需要的费用跟它的市场价值并没有关系 第二 附属建筑物的损失 这指的是在整个土地当中独立于主体房屋的附属建筑 比如说和房屋不相连的车库 围墙等等 这一项的保额通常是主体建筑物的10% 第三 客户的个人财产损失 比如说家具 电器等等 这一项的保额通常是主体建筑物的50%到75% 第四 灾后额外的生活费用 如果房屋遭受了事故已经不适合居住 在重建房屋期间 客户需要找另外的地方居住 保险公司会赔偿这种损失 第五 由于个人的责任带来的拆餐损失 也就是责任险的保护 这一项的保额通常至少30万起跳 第六 医疗费用补偿 以上就是房屋保险所保损失的大体范围 除此之外 还需要提醒大家注意以下一些问题 房屋保险合同中 各项保护限额 只是指赔偿的最高数目 并不表示事情发生的时候 保险公司就会赔付你这么多 一旦发生事故 保险公司首先要确认实际的损失是多少 因此我建议大家应该花一点时间通过拍照 录影 保留发票等等方法 为家中的财产建立一个档案 因为一旦发生事故 保险公司的理赔过程会更将方便和快速 最后要特别提醒大家 在家庭财产的保险中 对一些特定的物品 比如说债券 皮草 枪支 现金 珠宝 邮票等等 都有一定的理赔上限 客户对此如果有特别的需要 一定要跟自己的保险经济讨论 是否有必要购买额外的保险 如果还有问题 可以咨询您的经济 或来电话新保险 谢谢